我从2012年 成立公司以来 开发的 产品都是跟直播相关的设备 比如说我第一支的设备是 AB端子的免驱的截驱卡 到了2014年开发了这款 全世界第一支免驱的HDMI的截驱卡 到了今年的2012年 在三级警戒期间 胡思乱想也开发出一款 USB的webcam一进二出的转换器 就是Spritter 其实啊在我开发这么多产品以来 我最想开发的是一款 跟直播相关的手机 而且啊如果我开发出来这一款 跟直播相关的手机 我的卖价 会在iPhone 13的两倍以上的价钱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分享说 如果我有机会 开发一款跟直播相关的手机 那到底是什么啊 为什么可以卖到两倍以上的iPhone 13的价钱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想开发一款 手机啊 这款手机是跟直播相关的 就是说这款手机是可以 吃外置的HDMI的讯号 比如说你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用外面的这个 相机 比如说这是 Sony的RS100 这一支 相机 他本身有HDMI的输出吗 那我只要把他的HDMI连接起来 然后连接到这个手机上面去 那你一定会说 啊现在到底已经做出来了吗你只要连接 一支 免区的HDMI截取卡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手机里面去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 目前好像也有这一次这一款手机啊 这是Sony的 Xperia的 Pro 你看他出现这个他就可以外接这个 这个 相机 可以将相机的HDMI连接到这个手机去 然后手机可以做观看 或者是做露营这样子 那这样子东西你干嘛创业 不是都已经有了 你要么就买那支Sony Xperia的Pro那一支 不然就是自己接截取卡 就可以搞定了 其实啊 大家 想的不要那么单纯 虽然Sony Xperia有做出来 虽然截取卡可以将 外置的HDMI的信号灌到这个手机里面去 但是他们都忽略做了少做了一件事情 灌进去手机 So what 要干嘛 要干嘛 他们只是做到观看嘛 啊顶座做直播嘛 脸书直播 而且这个直播必须要 FB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有提供API的 这种外这种第三方程式像Camera 5 Live这样子 可以吃到这个外置的HDMI讯号做直播 那我想问你也是说 如果不要透过第三方程式 好 这样说好了啦 我今天外接这一支 Sony的RS100的相机 或者是连接一支这个外置的这个 导播机 想要进入到手机里面去 然后呢我要做IG直播 Instagram直播 或者是说做LINE的直播 可不可以做到 都是不能做到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Sony讲的这一台手机 他虽然是可以将HDMI的讯号灌到这一个 手机里面 他也仅值于 可以 让手机当成是一个萤幕 或者是录影 或者是做一个观看的一个 角色而已 他并不可以将这一个单眼相机的讯号 灌到 这个 Instagram直播或者是LINE的直播上面去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开发那款手机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这是手机嘛 我会把这个前镜头给拿掉 把它砍掉 然后这个前镜头呢就用你的外置的HDMI讯号取代之 所以说啊当你要做这个LINE的直播或者是Instagram直播 你在那个APP在选到那个前镜头的之后 这时候那个前镜头就用那个HDMI的视讯来源取代之 就这么简单啊 那目前全世界都没有人做到 那 你一定说啊这种东西要干嘛 这东西可重要了 你知道吗 这个Instagram直播啊 目前是不接受 外置的讯号进来 虽然你可以在网路上面看到包含我之前有拍过一些影片 可以 将外置的讯号丢给Instagram 但是那都是一些 实验性的做法 安卓电视盒 然后再灌相关的APP 这样子做处理的 但是那个画质还有流畅度都非常不好的 比如说LINE的这个直播 之前有很多的客人啊 一直在LINE上面在询问我说 哎呀那个5月1号之后都已经 取消LINE的直播那有没有办法将外置的HDMI的讯号 做成LINE的直播 我也想办法用安卓的电视盒 做出来示范给他看 但是我还是建议他不要买因为 这样的一个 方案不是一个正确的因为他的流畅度 那些没有最好的 我们要的方案是说 有没有办法是一只手机 直接吃外置的HDMI讯号 就像刚才这次Sony的这一款 Xperia Xperia Pro 他定价是在 好像是台币3万多块台币的样子吧 然后呢 可以做到这样子 手机当萤幕 除此之外 我还是希望是说 吃到这个讯号之后 那个讯号可以当你的 Instagram 或者是 这个LINE的直播的视讯来源 如果你 能够满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很厉害了 因为你 这些小众市场 虽然没有他的需求量没有很多 可是你的定价可以定的非常的高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消费性的东西 你一旦买了之后 这个大概是两三年三四年都不会变 那么 有些专业的一些摄影的团队想办法要将这个 视讯的切换透过导播机 坏字的这些摄影装置 进入到 那个Instagram上面做直播 目前来讲都没有合法的方案 有了这种手机之后 就合法了 那当然有很多的细节要考虑啦 我们刚才讲了说如果我们将这一只安卓手机 将他的这个 前镜头给拿掉 那么 那个前镜头就用 外置的这HDi取代之 这还是个小问题 就是你要想喔 这个HDi的讯号是16比9 但我们这个做 Instagram直播或者是这个 Line的直播都是 9比16 是9比16这样子的 要做到9比16的话那变成说 你在这个 软体上面要做一些设定 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你的user说 你在使用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将你的 摄影机 本来是这样照嘛一定要弄的直的 这是千决条件 这个是 先决条件一定要弄成 直的 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接 不然的话 你会看到的是上 就是看到是颠倒的画面 这样子 这都是一些 后续的一些软体修正的一些小技巧 总之啊我要表达的是说 目前大家都在做手机吗国内什么华硕啊还有些 什么宏达电啊 这些 还有什么三星啊 那么 其实我觉得这些二线厂或三线厂商 他可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手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子 我是觉得华硕是很有机会可以做到的为什么 因为华硕啊他之前在2015年左右把他有出一款 叫做 GoTV的这款安卓手机 这款GoTV安卓手机他就可以他是内建一个DVBT的接收器 也就是说你那时候你可以用手机 直接看数位电视台 什么台式中视华视公共电视啊那一些的 好 当时候那种市场他就做了 那为什么 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东西他 不会想做呢 他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符合他们华硕的一些中心的思考 的逻辑的 OK 那他定价可以贵贵的就像Sony那个定价是3万块 可是我觉得Sony那款定价 这个3万块这一款 Sony的这个 Xperia Pro这一款 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他只是单纯只是当个萤幕使用而已 他没有办法当 让这个外置的这个单眼相机或者是照相机的影像 在这个LINE上面做直播 所以啊 他是Sony是做半套 那我是建议是说 国内的一些手机大厂 你们在苦思 有什么到底有什么东西 要做的时候 然后大家在吵这个直播吗 哎呀到底直播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这个啊 这个可以把 把前镜头拿掉 弄成HDI进入当作是前镜头的画面 好 那我又回到刚刚 这个我公司可以做吗 当然是不能做啊这个 这种是属于消费性的东西风险太高了 那 资本的要很高 做一只手机的资本要多少钱 这个不是小公司的 除非 除非啊 除非有干爹能够donate你才可以做 不然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 这种东西还是交由他们大厂去做吧 我就是不会想去做 所以我才大方的公开我的想法 希望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 我不是讲风凉话是讲真的 因为我不能做原因是因为我朋友我是小公司 只有那些手机厂还是规模经济厂才可以做 这个东西是我不能碰的